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你们需要注意的事情是 不同的圆码包它的启动的脚本是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的阿帕奇的启动脚本叫阿帕奇CTM 那买色口的启动脚本如果是买色口服务 它肯定就不会叫这个 对吧 那而且它的安装路径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阿帕奇是优色拉克下的阿帕奇 那买色口肯定就是优色拉克下的买色口 对吧 所以它其实归根结底是使用绝对路径来启动 可是我们的很多学员就问了 那老师 我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阿帕奇的安装目录在哪 在这里 这是我装的 没问题 但是我怎么知道阿帕奇的启动脚本脚这个呢 我根本不可能猜出来 那就要需要干嘛 你还记得吗 我们说在安装圆码包的时候 就需要你去查看圆码包的安装说明 在安装说明里 每一个圆码包的安装说明里 都详细的记录了 告诉你这个圆码包的使用方法 比如说 比如说 我来看看 阿帕奇的这个圆码包 各位 圆码包是需要你手工自己安装的 为了节省时间 这个圆码包我事先下载并且装好 但是呢 我们装的版本本比较低 我们装的是阿帕奇2.2 而没有装阿帕奇更高的版本 其实最起码阿帕奇应该装2.4以前 那为什么不装这个版本呢 原因很简单 阿帕奇安装的时候 它需要依赖这样一个包 需要依赖一个叫做APR的包 这些包全都需要 但是如果我的阿帕奇是2.4以上的版本 它需要依赖的APR这个版本数量 应该高于1.4 但是我们SUNK S6.3里 默认安装的APR是1.3 就会出现什么 安装装起来比较麻烦 需要手工再升级这个包 或者装更高版本的这个包 才可以装圆码包的阿帕奇2.4 所以啊 我这里啊 就暂时偷偷懒 我们用一个低版本的这样一个阿帕奇 那高版本的阿帕奇怎么办 不用担心 我们后面做这个 LAM环境搭建的时候 我们来说到时候我们使用的 其实是高版本的2.4的 好了 那暂时就用这个 那这个包啊 我事先已经装好了 为了节约时间 否则圆码包装一遍 非常浪费时间 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安装说明 这里面我们说 Install就是安装说明 在这里就告诉了你的 阿帕奇脚本的其中方法 哎 看 这个意思是变量 你的安装位置 你可以随便指定 在你的安装位置下 会有一个闭目录 闭目录会有这样一个 起立脚本 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圆码包服务 只需要 只是如果它需要你来使用启动的 它都会在安装说明里面 很清晰的告诉你启动方法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查看它的安装说明 然后照着写就可以了 哎 这就是圆码包的启动 哎 注意啊 圆码包的服务的启动 其实归根结底是使用绝对路径来起 对吧 那么这里如果只针对阿帕奇的话 只针对圆码包的阿帕奇的话 它就应该是这样来起 还有我们在这之前也说过了 虽然RPM包的阿帕奇 和圆码包的阿帕奇 可以装在同一个计算机里 同一台Linux 那是因为它的安装位置不同 但是它的启动的时候 只能起一个 你要不然起阿片包的 要不然起圆码包的 因为它们占的端口是这样 而且我们也反复说 在真正的生产服务器上 不可能装两个 两个都装 因为它最起码会占用更大的一张空间 对吧 那这里我们只是为了做实验 所以啊 我们来看看我的圆码包的阿帕奇启动 哎 那么它启动了 有一个简单的报错 这个报错是127.0.0.1 和我的主机名 不能识别 但是不影响阿帕奇的启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来的语文 哎 八轮装口有了 对吧 那我们刚刚这种方法起的是圆码包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用Service 来起 RPM包装的阿帕奇呢 它就会报错 八轮装口冲突 看到了吧 哎 所以 这是圆码包服务的启动 每个服务都是用自己的绝对劲 加自己的启动脚本来起的 每个服务都有启动脚本 怎么知道是去看它的安装说明的 当然用百度去查也是可以的 好了 知道了启动方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自启动方法 其实自启动方法 跟我们 RPM包安装的自启动方法当中的一个是非是一样的 就是修改ETC项 IC.D项 IC.LOC这个文件 然后把我的标准启动命令 加到这个文件里 那就是说 我去修改 ETC 直接修改它吧 反正是快捷方式 然后在这里加入标准启动命令 User Local Apaq 定下的 Apa Apaq APA Che CTL STAR 这样的话 Apaq 就会随着我的计算机的启动 下次而启动 就会启动了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Apaq就会开机运行 所以啊 其实圆码包的启动和自启动 它的方法呢 其实如果你要从根上说 其实跟RPM包是一样的 都是用绝对路径来找到它的服务 来起 找到它的启动脚本 启动就可以了 只是它的启动脚本 安装的路径 不算在同一个位置而已 不过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不断的有同学说 那老师 RPM包用Service来起 多方便 那我的圆码包 难道就不能被Service 或者柴卡飞的命令 或者NTCV这样的命令 来识别管理吗 当然我说 默认情况下 这三个服务管理命令 是不能管圆码包的 但是如果你非要想让 这三个命令 可以来管理圆码包安装的服务 也是可以做到 也就是说 这里 先说第一个 我让Service命令 可以管理圆码包安装拉帕 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只要做一个软链接 把启动脚本 链接到 ETC Ing.d 或者ETC IC.d下的Ing.d 目录当中 随便改个名 Service就可以识别了 也就是说 Service其实一直在讲 归根结底 是不是就是在搜索的目录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默认情况下 ETC Ing.d当中 是不可能有圆码包安装的Apaq 它有的只能是 RPM包安装 但是如果我非要让 Service命令可以识别 圆码包 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Usolocal Apaq 并下的Apaq CTL 链接到 ETC Ing.d 这个目录当中 改名链接 或者直接 链过来都可以 我就改名叫Apaq 省得再去打的CTL 只要链过来 RLS一下 看 哪呢 有了吧 只要链接过来 有了吧 那现在 看着Service Apaq Restart 就可以识别了 哎 就可以启动了 包括用它来停止 比如说 Stop 来 NetState -TLUN Graph 80 看 80装口就消失了 那用它来 启动呢 80就有了 也就是说 我只要把 启动脚本 链接到指定位置当中 它就可以被Service识别 这样做好吗 还是这句话 超哥并不推荐 原因很简单 本来应该说 我们说 RPM 安装的服务 是用Service来起 原码包安装的服务 是用Yoselok Apaq 下的这个 启动程序来起 很清晰 但是我如果 非要把它练过来 好了 它也变成Service 你非常容易搞瘾 而且非常容易 把初学给搞瘾 所以我的意见是 使用它的标准启动方式 那这是Service命令 那能够被 Try Confirme 或者NTCV命令 识别吗 当然也是可以 注意 它两个识别的套路 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做这个修改 改完之后 这两个命令 同时都可以识别 那默认的情况下 我们说 看 Try Confirme 杠杠list 绝不可能有 我们Graph一下 绝不可能识别 一个叫Apaq 的服务 没有 它识别了原本 阿片包的服务 叫做HTB 对吧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它 能够找到Apaq 我要做的事情 是这样的 你只要修改 我们刚刚 链接过来的 这个Apaq 的其中角度 然后在这里 加入 这样两个注释 说是注释 这个注释 其实就是 为了让 柴卡维格命令 可以找到 所以 这个注释 不能舍入 而且必须遵守 这样的格式 看格式是这样的 柴卡维格命令 后面跟运行级别 在三五级别 柴卡维格可以识别 然后后面加 启动顺序 是第八十六个启动 关闭顺序 是第七十六个关闭 那启动顺序 和关闭顺序 在哪 你们要做的 注意的是 启动顺序 和关闭顺序 不能跟 系统当中 现有的服务的 启动顺序 和关闭顺序 那我们怎么来 确定系统当中 现有的 服务的 这个 关闭和启动顺序呢 很简单 在ETC下 IC.D下 我们可以看到 IC 数字 有 0123456 这几个目录 这个数字 代表的是级别 运行级别 如果我写的是 IC3.D 那么 这里面的 所有的文件 或者说服务 代表是 如果我进入 3 纯字符界面的时候 会按照 看 S01 这样的顺序 往后 依次启动 它的对应服务 当我退出 这个级别的时候 它会按照 K01 依次关闭 它的对应的服务 所以你要做的 事情就是 保证 你新加入 柴康菲格的服务 不能 它的启动机 顺序和关闭顺序 不能跟 现有的顺序 重叠 其实我这里 估计挑的 看这个86和76 都是没有了 你要不放心 可以再给大家186 170 只要不重叠 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直接复制了 敲起来比较麻烦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打开 ETC INT.D 下的 APA 这个脚本 然后呢 在这里 加入这样两句话 我事先加过了 那我们重新加一遍 加入这样两句话 只要加进来就可以 那我们说 第一句话是 启动和关闭的顺序 第二句话是 说明 或者说是注释 我写的是 圆马包 圆马包 安装的APA 注释 这句话 其实写什么都可以 无所谓 但是这两句话 都必须有 才可以被 拆康飞格命令 识别 好了 我只要加进来 看着 保存 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 拆康飞格 杠杠 AT APA AT的意思是 把APA 这个服务 加入 拆康飞格命令 管理序列 加完之后 看着 拆康飞格 杠杠 List Grap APA 就能找到 当然也就可以用它 来进行 自启动管理 APA 就可以变成 自启动 那能够加进去的服务 当然就可以用 杠杠 DL 把它剪掉 但是我还是这句话 本来 圆马包和 阿片包 启动和自启动 区分的其实是比较清楚 但是我如果非要把它加成 杠杠杠杠 可以试别 非常容易把出学者搞 其实我相信 我们现在很多同学 其实都已经晕了 已经晕了 因为他的服务的分类比较多 每种服务分类当中 就有不同的启动和自启动方法 所以已经晕了 所以啊 我们说 虽然可以把服务加进来 让我们的服务可以识别 当然 除了可以被柴卡维格识别 这样做完之后 看我们可以 NTCCV一下 你会发现 看 有了吧 他也直接就可以被NTCCV识别 那虽然可以这么做 但是呢 我们并不推荐 原因很简单 非常容易把你搞 所以 我的意见还是 我们应该使用标准的启动方式 来启动原码包 或者阿片包 用的服务 他们之间最好不要互相对 但是啊 当然 当你对他非常了解 非常熟悉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 使用拆库违格命令 使用service命令 管理服务更加方便 只要你不晕 你完全可以按照 我刚刚说的这个方法 也很简单 也不难 把原码包安装的服务 加入这几个命令 可以对他管理 好了 那我们这节课论内容 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说 我们的服务啊 它的分类较多 启动和进行的方法较多 所以 我们下节课 专门用你的节课 来整理一下 服务一下 我们的这个 服务的启动和进行的方法 那这节课的内容 就直接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更多学习 请关注 汽车Linux 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等到我